飞行汽車已經把我成功的拖起來了 我現在已經離開地面了 哇,以這樣一個視角去看這座城市還真的是頭一回 這架飛行車純電力驅動 以四軸八掌單座位組成 它能夠飛到25至30分鐘 最高可以飛到1000米 最快時速120公里 單個螺旋掌轉速大約1600轉 產生100公斤的推力 8個就有800公斤的推力 車本身重260公斤 加上駕駛者的重量動力滑滑有餘 配備飛行控制管理系統 如果遇到突如其來一陣強風吹歪的車 這個時候裏面的水平而感應到 就會將更多的動力分配給位置較低的那幾個摩打 提升推力以保持平穩 8個掌分別配備獨立動力系統 有各自的摩打電磁供電 在飛行途中就算任何一組故障 其他的都可以繼續運作 所以十分安全 相對傳統私人飛機 飛行車起降更靈活方便 操作更簡單 配備自動駕駛模式 可以按照預設路線飛行 交通制室困擾都市人 每天上班下班 無論是開車 迫巴士 迫地鐵 都可以說是一種折磨 當擴充道路 加建鐵路都解決不了問題 向高空發展 會不會是另一條出路呢? 想知道飛行車效率有多高 儘管用它 與傳統私家車相比 夠快去兩公里外的目的地 3 2 開車 分途出擊 他們表現如何呢? 不久飛行車已經率先到達終點 而私家車就因為塞車行得慢 自然成為比賽的輸家 飛行車既快捷又環保 當技術日展成熟 有機會成為一種新的出行方式 甚至可以用於軍警巡邏 應急救援等等 一款中國研製的自動駕駛飛行車 已經參與韓國首爾的 空中的士無人是非活動 首爾市政府更表明 空中的士是人類夢寐以求的 未來交通工具 作為地面交通問題的解決方案 城市空中交通備受關注 發展潛力巨大 內地以至全球不少企業都積極開發飛行車 有分析指出 2025年全球將會有3000架飛行車投入使用 之後呈幾何級增長 在2025年將會達到大約10萬架 而預計2040年全球城市空中交通產業 將會達到1億5000萬美元的規模 全球 民國 associations 分析支持 人民共有關注 編入世界 工人